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学生一直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形象 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背后也有很多的压力和心酸 下面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在位留学生问了他们一些很无奈的问题 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对他们多有一些关心和理解 然后多有一些红包很乖 钱吧 有钱也不是你的钱啊 家里有钱跟别人有毛关系 没钱怎么出国啊 但是说真的瑞士太贵了 所以就算是再有钱也要省着花啊 那时候远交得太少了 你没听过的大学多真的只能怪你自己没那么花吧 我上的是洛桑的耶鲁 在做人消息吧 对我们每天当盘子然后洗碗刷杯子擦杯子 哦我们其实就是高级版的新东方啊 就是说我们新东方学的呢我们也都会学 应该是我们比较高级的毕竟在瑞士嘛 那汽车工程也要学啊 那你难道是能修车的吗 我们会学金融啊 统计啊 人力资源管理 然后还要学法律 然后危机分啊 统计还有大众心理学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每个学期的课其实都很多都要九门不同的 然后加上第二外语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辛苦了 并不是只是双双盘子就好了 国外大学上课不轻松 一到冬天的时候 那个大雪 激到我的腰那边吧 我上大学我要倒公交 我要走路还要走七分钟 我觉得尖子比上三还要难 那我去哪我也得吃吃喝喝吧 不吃我得死呀 哦是吗 我以为瑞士是最贵的 瑞士超级贵 贵扯了 贵得想不起 这个倒也没有 因为瑞士是全世界物价生活 就是物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是Ju 哪里有哪个市场卖你叫做 我去买 找不到 我连国内的都找不到 因为忙啊没时间啊 然后学校都是gay啊 国外国外 国外那般外国人我真的很没有兴趣啊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出国独自家找外国人 在国内还不是有人 就是你本地人然后去找人有外来 对对对对 这跟国籍是没有关系 那是爱的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亚洲人就是喜欢中国人啊 尤其喜欢四块的 嗯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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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混得下去啊 这你比较喜欢 对 就是 你们要来加吗 对 对 我自己的东西都装不上海 我到底够 嗯 这个我又不是骆驼 干嘛 带东西了 对 是因为物价很高 对 然后税很高 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它大购币不甜 你要卖什么 哦 你就是一些什么奶粉啊 化妆品之类的吧 那是 那些包包 那些东西不是国内就有卖吗 那为什么要我帮大家回去 你帮比较不远 我帮我比较便宜吗 你要不要去算一下那些 汇率那些钱转一转 你觉得我比较便宜 还要加我 要塞进我的行李箱里面 你觉得 这样子对我是好吗 而且 你是我朋友 我也不会算你的 抽你多少钱 上了是EHL 但是说到这个以后 有一次我爸跟他的朋友就说 就在那边聊天说 诶你女儿读什么大学啊 我爸突然间就回答不出来 我说是什么去了 我爸就说 啊 我知道了 是DHL 当时我就猫了 我就想说 爸 我是你女儿啊 你居然说我去DHL上大学 我是去EHL 特别感谢一下 这次可以给我们录像 然后 各位研究的各个同学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 两个厂工 还有摄像 还有电视剧 还有我自己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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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